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望下游政分割1989年起提供服務 2012年1月3日臨時遷往望下社坡望線樓一樓 為配合澳門城市規劃及北區發展 同時隨著望下社屋第二期的六成 本簽至宴址繼續為市民提供服務